啪啦屁啪啦鋪 嗨我是阿金 今天要來和大家介紹 這個貓女神奇的一個流派 叫做凋零刺激 凋零刺激是一個非常非常奇妙的遊戲 它會讓你感覺好像在玩其他的遊戲種類 不是跟其他暴走巨刃啊 主流的等等技能 還有以前的旋風展相較之下 讓你感覺好像有一點點在玩別的遊戲的感覺 他比較中二 那因為他是幻影技能 所以會產生很多很多 我們堆疊的話會產生很多的幻影 然後呢也會一起連同幫你攻擊 這個核心概念呢就是使用這個混沌深淵 把腐蝕傷害拉到最高 每造成凋零最高-100% -100%的那個腐蝕抗性給敵人 然後呢穿一大堆的額外相關的這個裝備 然後還有這個無限做連續攻擊力增 因為我們是走一個腐蝕系 物理轉腐蝕的腐蝕系 所以我們沒有像刀鋒行者那樣直接可以有連續攻擊力增 這個流派我覺得它的構成算是蠻特別的 我們看到這個戒指啊世界流轉 它的12秒裡面會有4秒是元素傷害 然後有其他8秒時間我們物理轉腐蝕的話 都可以吃到60%的額外 哇這個額外非常非常的大量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旋流之星 因為其實呢幻影技能它有個特點 它的技能範圍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幻影是自動鎖敵的 會自動去尋找敵人 然後稍微靠近敵人打 那麼巨能之極呢我測試下來 幾乎是可以打到 比較在以這個範圍傷害中心來說 它非常接近的中心 每一個幻影都會自動去貼近敵人去打 巨能之極蠻適合在我們這個幻影 四級攻擊上做一個發揮 那四如破竹呢這個無限腰帶就沒有辦法避免了 因為玩貓女啊攻擊傷害 連續攻擊的傷害敵人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們看到武器這邊啊 武器現在都還蠻便宜的 現在這個靴追著 然後再加上這個亂影 兩把幻影刀 不同的兩把幻影刀去直接穿上去 這甚至這個都很便宜 亂影只有十幾火而已 兩把加起來可能四五十火 可以拿得到 那平然之極還是一樣 我們拿著這個巨能祝福 不過我們這個流派啊 因為暴擊有戰役的關係 所以暴擊 非暴擊的情況不多 有時候巨能稍微跌的慢一點點 不過影響不大 好再來其他裝備介紹完了 那我們看一下災害面具 好這邊就選用災害面具 作為一個基底 再來秘影庇護 這個我們要拿暴擊 拿到靈洞球 那這邊呢我只買了83物等 因為85以上的秘影庇護很貴 那我因為防禦面的關係 大部分還是要走防禦面的關係 所以我就隨便亂拿了 可以看到我這邊 防禦面還是用T3T2為主 那這裡運氣比較好 點了兩個T1 好再來冰雷戒指 這個戒指比較關鍵 它的近戰傷害你必須拿攻擊附加點傷 物點要拿到 因為我們點傷來源其實已經不算很多了 所以大概就是這裡 腐蝕 然後這裡 這邊沒有 然後兩把武器 物理點傷來源是蠻重要的 好 然後剩下的當然也是補抗 大概看一下它的階層 好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面板 我們的面板也算還OK 生命可以達到4000多 那因為我有一個傳奇的生命氣零 加生命趴數的 所以我的血量會比較高 可是其實平常我帶 後面可以看到其他刷圖的影片 我常常都是寫3000多 3500左右 都是帶一些掉落氣零 也是可以輕鬆的在10g8去刷圖 好這邊抗性 可以看到抗性 有41的俯抗 因為我們三件裝 然後再加上這個 混沌生源也有提供俯抗 所以我們腐蝕抗性 沒有到非常的弱 好凋零刺激面板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賺的是 我們香港有這麼大 我們歡迎 輸出方式 我們把追劣疊到六層 開個這個技能 公牛之怒再加上 衝鋒戰吼 應該是衝鋒戰吼 可以看到我們的傷害 可以打到平常的話大概會落在這裡 那飄其實還蠻飄的 因為玩貓女沒辦法 貓女就是 你沒有神裝的話一般來說都會飄 你不管特性怎麼選 也會有一個特性比較穩 但是穩的特性 你沒有辦法打爆發 你大概會落在四五一那邊 那就沒意思了 我們就是希望把傷害打高一點 所以即使是一波爆發才會高 我們也要選擇這個爆發高的這個特性選擇 可以看到我差不多 我又剛剛又把裝打爆了 以目前這套來說 也不是每次一開局就可以把裝打爆 那麼實力傷害畢竟在這個中前期 還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我們接下來還是接著看吧 這個特性 特性的部分呢 我選用大部分 選用這個 遺物 不管是遺物還是這個追憶 都是使用傷害地震為主 可以看到我這邊用了一個9%地震的旅行手冊 然後這邊傷害地震又12% 配個爆傷 因為我們的爆傷來源其實不算很多 然後這邊13%的連續攻擊機率 配生命 然後又是傷害地震 那我們這個連續攻擊啊 就是13% 然後剛好配上 跟大家說一下 爭戰之神這邊 有一個32% 13加3 2 45 45% 然後呢 再加上連續這邊的連續攻擊輔助 155% 155加45就是200% 剛好額外兩次連續攻擊 然後呢 這個貓追不捨這邊也有200%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下 會連續攻擊4次 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傷害地震這邊就不用看了 我們特性點法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好變動的 再來看氣靈 我這邊帶了攻擊氣靈 然後兩個攻擊氣靈 配一個 我這個生命加生命%數的氣靈 還有一個額外10% 這個超恐怖的 這個聖哥超厲害的 我是自己抽到的 這個聖哥 額外10% 那下面這個秒回其實沒有什麼用啦 主要這個額外10%相當恐怖 然後再來說天賦 天賦我們 選擇爭戰之神 遊俠 御魂者 那御魂者 除了傷害 腐蝕傷害來源以外 最主要還有 這個50%物理轉腐蝕 所以脫離不了這個御魂者 好 第一個 爭戰之神 我們使用殘暴 因為我們沒有要造成元素傷害 所以直接使用 然後擁有戰役 無邊戰役這個必須要有 現在的戰役 我們的戰役 通常來源是手套跟自殺頭 那手套雖然便宜 拿來做防禦面 拿來做防禦面 比手套來做防禦面更好 好 所以我們這邊剛好呢 因為大部分的點傷都是物理 所以我們用物理額外 這個殘暴吃得到 所以很好用 這個算是很強的一個天賦版 好這邊大概看一下小點 那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重創恢復30%以損生命 這個是一個保命的招式 然後32%連續攻擊機率 這個都很重要 好解他自己看 好再來游瑕 游瑕我們使用20%額外 不是暴擊幸運 因為呢我們的傷害來源 幾乎都是物理 然後再加上腐蝕本身 一點點的腐蝕這個點傷 除非你是閃電 很飄的那種數字 要不然幸運 對我們來說 沒有非常大的作用 這個額外20%反而 提升非常多的傷害 然後這裡也是直接拿到這個 額外30% 它是6%五成 好 然後這邊自己看一下 那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戰役體系要把 戰役加成點滿 現在的戰役效果 其實還給的蠻多的 然後8%淘汰敵人 這個打王蠻好用的 大概是這樣點 那這邊的元素抗我有點到 因為呢它除了提供高額的元素抗性以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就是 競速有敵人時 額外減10%受傷 這個都有作用的 對保命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好再來是獄魂者 獄魂者沒有懸念 我們是走生命閃避流 所以使用血污 直接加兩個額外 那麼當然影刺也沒有問題 影刺可以讓保命更好一點 我們是有迷中的 等一下會說到 那失去迷中後3秒 額外28傷害 可是其實我們大部分 應該是具有迷中 可能影刺這邊就是 會損失掉這個血污的傷害 提升保命 好這邊選擇50技能等級 好 然後這邊就有一些重點了 魔力封印我有點 凋零機率蠻需要的 這個凋零時間會影響我們的乘數 所以這個是需要的 然後這裡 消耗魔力獲得迷中 這個是我覺得很好用 迷中很強 迷中畢竟還是強 它有這個機率避免傷害 而且我們本身裝備 取向都是閃避 所以會增加閃避值 幾乎都會保持增加 然後這邊有被動技能等級 這裡每一層凋零多 一%伏傷害至多100 那麼因為這裡凋零傷害 我們吃不到我們的手套 不能造成凋零傷害 那麼這三點是路過而已 我們重點是要拿這個 那等於說這四點 至少可以加60%伏蝕傷害 那也有可能 有時候不小心會破百層 就加到100% 所以這個效益我覺得太高了 不能不點 好 那麼再來看技能 技能沒有懸念的呢 我們凋零刺激 當然就是主角啦 凋零刺激作為主角的話 20加3 可以看到這個武器攻擊傷害 已經拉到139%很高 然後呢使用很無腦 就是一個連續攻擊 搭配四個隱形 四個也只有這四個而已 隱形的所有的這個輔助技能 隱形輔助技能太強了 以我們這個流派來說啦 那特別是暗影意志呢 他雖然傷害不是特別高 有一些比如說提高暴擊傷害 是可以取代他的 以傷害面來說啦 但是那個幻影鎖敵範圍 會讓我們刷圖更舒服 技能範圍其實還好 幻影鎖敵範圍會讓我們 可以在遠處攻擊敵人 我們從別的地方揮 像這樣 從別的地方揮 然後幻影會去打敵人 有沒有看到 我在揮的是別的方向 但是幻影還是會去打 這個周遭的敵人 所以鎖敵範圍 你看我到這裡就沒有了 鎖敵範圍他有一定的重要性 特別在青土的體感上 會有差別 再來這邊自己看 再來這邊我串了一個自動防護跟寒冰盾 因為呢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護甲 所以不小心被物理傷打到的時候很痛很痛 如果可以保持自動防護有寒冰盾的話 可以很大程度的減免這個物理傷害 再來暴擊施放 嗜血術血二侵蝕跟聚焦 配個封印轉化 我們把一些血扣掉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的雙倍傷害機率 這邊當然還有其他的考量也可以試試看 雷光陣什麼的 那其實我們我們不是閃電傷害 所以雷光陣對我們效益很低 那麼嗜血術還是必要啦 因為他有額外攻速 額外攻速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加成 然後移動速度也會影響我們的傷害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有必要 然後邪惡侵蝕就沒有懸念了 因為加凋零機率非常重要 加凋零機率是我們凋零可以破百層的關鍵之二 好的那麼凋零刺激 就為你介紹到這裡 後面呢有各種實戰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流派呢 歡迎幫我訂閱 並打開小鈴鐺 我之後還會再做一些奇怪怪的流派 我是阿金 我們下回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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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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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